做好了 大家好,我是周中 歡迎收看《梅氣教煮》 今天教大家煮酸酸甜甜的 又吃了又夠開胃的 酒香菠蘿雞翼 這個菠蘿雞翼 其實適合大家 小朋友、大人 我都適合吃 好,首先我們現在開始煎雞翼的程序 先開火 其實雞翼在香港很普遍 每個人在家都會煮 每個人在外出都會多吃雞翼 其實雞翼有很多做法 可以煎雞翼 滷水雞翼 或者是爆雞翼 很多做法 在家都可以 每個人都要嘗試一下 好,現在先把雞翼煎香 先把雞翼煎香 先把雞翼燒熟 所以用煤氣 可以看到火爐有多大 可以調得快而慢 其實這個方便 就是我們以控制的火 現在看到煙出了 我們就可以煎這個雞翼 我們就可以煎這個雞翼了 先下油煎 其實我們煎這個雞翼 希望雞皮會收縮 這樣就脆很多了 燒慢一點 就是它的皮煎得收縮一點 然後就帶來擠到的話 很ép 啊 嗯 哇 這些 其實用高度通常 煎這個 到火下any carbon肉的話 能放在氣arna 然後比較脆 哦 э 切仔細裳 就會切太燒 因為這道牛做法 其實可以 你也可以买这只鸡鸡 就这样炖 新鲜菠萝也行 或者炖其他水果 也可以做到这个菜式里面 尤其现在夏天 我当时就不是那么开胃 有点酸酸甜甜 这样吃起来就会开胃很多 翻转它 大火也不怕 因为在家里我们现在的火 就开始大火了 煎这个东西就要给一些耐性了 因为很多时候就要慢慢 才能做出一些好菜式 不要心急 千奇 因为鸡翼要融化之后 用一步吸干水 煎的时间就不会那么久了 因为水饭有那么多 也不会放在煎的时候 它会爆炸出来 因为蛋清 不知是手 再翻转它煎一边 煎到很香 金黄色 然后我们会 转一点酒 然后我们会加些姜、葱、葱 蒜来炒一炒 也知道 不是 要么 做一点 加上蒜 再加一点水 倒入菠萝 天 还进去 然后再加点香草 然后再加点香草 然后再加一点生鸡 再加一些生鸡 再加点水 倒入菠萝 下来 把鸡翅塗在鸡翅上 再加薄薄薄薄 先試一下 適合小朋友吃 先把鸡翅收乾 跟正的火候就要夠熱 因為鸡翅才會出現 再加一些酒 哇,很香 用生粉打一點芡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